Hello大家好 我是小薇 我现在在西藏拉萨 这一次走滇章线 没有给大家拍太多的风景 是因为这次是我第4次到拉萨了 昨天从林芝到拉萨400公里 全程高速也没有怎么拍 是因为我到拉萨是领了一个快递 就是这个快递 房产证 很多人很好奇 为什么房产证会游到拉萨 上个月应该很多人知道 我是回了一趟家乡 因为搬家的事情 当时我就想买一个很小的公寓 大概就十几个平方那样子 就把我的东西全部堆在那里 因为我之前租房子 每年交租金都要6000 而且我很少去居住 所以说当时我就想买个公寓 但是买公寓那里有20多平 30多平40多平到80多平的 经过反复的思考 是来想去 最后买了一个83平的 当时就想着 83平是可以变成三个卧室 也可以两个卧室 也可以注册营业执照 开公司 当时就这么想的 但是我没有敢告诉我的父母 因为我父母他不喜欢公寓 因为周围的朋友也说 公寓不是很好出手 就是说办不了 就是说上不了户口 然后水电也是相对比住房要贵一点 然后买卖的时候他的税也是比较高 而且还是40年的产权 但是我看了周围的环境 方便我很好停车 就是说如果以后开公司 或者怎么样随便停车 都是只是说计费 没有说不让停的那种情况 而且周围都有商场也好出租 由于价格比20多平的 确实要高出好几十万 所以就一直没有给父母说 当时我是6月初就走的 但是房产真是6月10号 再慢慢的才开始办理中 然后我就游到拉萨了 但是这一次我要去西藏阿里 盛向天盟 沿途就是说 也怕有一些未知的状况发生 所以我想着还是把 这个邮寄给父母那里放着 会心安一点 因为 人在旅途 也不知道每天要发生什么 至于我为什么会说出来 就好像有的人说 我年底才卖房车 为什么会提前发出来 因为我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年底卖房车 现在发出来 就有人想买我的房车的时候 可以提前这样联系我 我心里也有个估价 包含我现在给大家看的 这个写字的工艺的房产 真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说我以后 办营业执照 我到底是做哪一方面 可能会好一点了 因为现在是属于一个网络时代 就是说挂上营业执照 就比较方便办公 再说是自己的房子 也不用存在以后搬家 我可以拿一个房间来做卧室 其他客厅和另外房间 就拿来做办公室 因为它的房型图是这样的 只有一个固定的卧室 其他的就是一个大通间 就是说要做三四两厅的话 就要隔两间卧室 如果要做办公室的话 写字楼也是很方便的 都是可以打通的 也可以做玻璃的那种推拉门 就像那种写字楼办公室是一样的 我是属于那种每天都要更新的 因为我觉得平台给我们自媒体作者 每个月的收入都是蛮可观的 我不可能为了说日更 或者说一定要拍一些美好的风景才去更 像我就是属于比较爱公路旅行的人 就每天分享的可能就是说这一段路 这一段路是怎么怎么样的 然后像我之前在大理历江 我就停留了比较久 因为那种就商业化比较浓 开发的也比较好 我一待待两三个月 我都是可以的 走318滇章线 我都走过好几回了 所以说我在路上走的比较快 但是接下来我去圣向天盟 阿里我都会走的很慢 之前是18年走的 当时也是为了去走新疆的赌库公路 也是走的很快的 但是这次我一个人 就是要慢慢的旅行 所以说我想给大家说 接下来我会发一些风景 也会发一些我个人的日常生活 我都是每天更新 不会去断根的 断根除了断收益之外 而且平台觉得这个账号不稳定 这样子的情况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就不管我以后的流量会怎么低 我都会保持每天更新的 我也会尽量努力多出一些优质的饰品 因为我想要的是蛮多的 我想就是说自驾新疆西藏 甚至还有东北 还有很多的挂壁公路 我都是蛮想去的 我是很喜欢自驾的那种感觉 就我喜欢蛮刺激的那种项目 比如说像去爬山的话 我会选择像之前的建门关 还有以后 还有明年我可能会去华山 还有武功山 反正就是喜欢挑战的一些东西 包含蹦洁 还有我也想去跳伞 我一直都想去 但是一直都没有机会 还有深海潜水 这些 所以说我这个人不管别人怎么说 我知道自己的需求 不管别人觉得我今天这个视频发出来妥不妥当 其实都不重要 我就想告诉大家 我接下来的行程 然后我接下来大概要做什么事 就是这个样子的 就算年底我把这个房车卖了 我也会开我的面包车旅行几个月 然后也会换其他的越野车 可能是房车 也可能是硬派越野 或者是皮卡自己改房车 都有可能 我也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之前说的年底 就是说给父母换大房子 很多人就说 以借着孝顺的名义来哭穷 让博取大家的同情 看视频 然后打赏 骗钱 这样子的想法 我想说的是 那个房子买来换大房子 是我想换 换了也只是父母住 不是说写父母的名字 我是很知道自己想在年轻的时候 多努力多奋斗 也不会想着说去苦穷 来博取大家的同情 来看我的视频 包含之前我买面包车的时候 当时欠债是很多很多的 我当时只是说 我一个人开面包车 是很 我也没有告诉大家 我欠债那么多 大家知道 我欠债那么多的时候 完全是因为一个平台的打版活动 我们是由衷的感谢平台 由衷的去感谢粉丝 让我们一路从低谷走出来 是这个原因 然后才告诉大家说 我们欠了欠了多少债 然后以前的经济状况是什么样子 我这个人是属于那种 也喜欢钱 因为我觉得 钱能让我拥有很多东西 我可以去棍眼的地方 所以说我赚钱很正常 所以说我想赚钱是一个 很正常的心理 但是我赚钱了 我也会把责任跟一个信誉放在第一位 信誉不是说你的计划变来变去 你就没有信誉了 而是说你跟朋友的借贷关系 或者说银行的借贷关系 还有你承诺的 哪怕是一个口头承诺 我就想着尽量是把它给做到 赡养父母是子女 本来就应该有的 而且我父母帮我带着孩子 我如果凭我自己的努力 我能够换大一点的房子 让他们先住着 然后过年过节 然后我也回去住着 心里也会开心很多 对吧 这就是年轻要奋斗的一个动力 包含我永远都没有忘记初心 我做自媒体 就是把它当做事业来做 尽管我的学历比别人低 尽管我进入自媒体时期 比很多人会晚一些 也是就不太会懂这个 就是说碰了很多臂 但是不管是怎么怎么样的 就各种折腾 但是我都坚持着自己的一个初心 我都会坚持下去的 所以说在这里很感谢大家的支持 鼓励 也很感谢那些经常来说我碰我的人 其实他们都是让我不断的成长 所以说在这里是非常感谢大家 就想着一句话就是越努力越幸运 在那种努力的话 也要就是说开心的去奋斗 而不是说为了赚钱 或者说为了每天平视频 然后就吃不好了 睡不好了 我也不是这样子人 这个视频已经哔哩巴啦 说了很多了 把我要说的都已经说了 我今天就要把这个装修钥匙跟这个门金卡 还有这证件给我爸游回去 游击之后我就会去预约 剩下天门的门票 好像就在布达拉宫周边就可以 给大家看一下我这停车位 你看这里就能看到布达拉宫的侧面 屋里都没有什么菜了 今天把所有剩下的蔬菜这样一锅煮了 待会蘸酱吃 所以这一次我又不会在拉萨停留多久 我只会说出帐的时候 在拉萨多待几天拍一下写真 最近我也不想在拉萨吃吃喝喝 所以说我明天就可能出发 往圣像天门方向了 这个属于我个人的生活视频 就分享到这里 接下来就是我的旅途视频了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